欢迎欢迎理财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的负债 那当然资产的话 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已经跟大家来谈过了 你到底有多少钱 你知不知道你的资产 这在7月份的时候 我们同样的金钱关系 明丽老师也跟大家聊过了 那么今天会跟大家来聊一聊你的负债 到底要做怎么样的一个观察呢 那当然了解你的资产 跟了解你的负债之后 你就会知道你的身价到底值多少钱了 好我们赶快换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所以不让人家知道你迟到都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不假的你会听到我待会儿的呼吸声 你又很喘吗 好赶快换一下我们的专业的 事业批这个财务顾问陈敏丽 敏丽老师好 你们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这个我们今天很开心了 因为今天费用还跟我说 天气那个有点那个凉了 然后那个是不是要那个去买个奶茶 我说不要不要不要 我今天希望他不要迟到 就我就觉得我不应该讲这句话 你知道吗 我很怕我都在跟上你们前几天的树丽丝一样被你叮 对 拆在楼下喝咖啡喝得开心啊 我可不是啊 我在上一站还在准备资料 我跟你讲明天老师真的很好玩你知道吗 我今天还问飞友说 他最新的版本来了吗 他说没耶应该是没有意见 有还是有 对我觉得我的来宾真的是太可爱 真的太可爱 每个人到我的节目都准备一堆东西 就是我们就希望说 很清楚的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然后每次准备东西都用不完 对 可是总比那个 对没有准备好吧 对对对 其实我的来宾没有人不准备的 有一次我只是觉得很奇怪 对 那个张新鸣 我说你什么都不用带资料 他说都在我的脑袋里 他比较厉害 超厉害 他真的超厉害的 好 那您要不要喘口气啊 OKOK的 现在可以了 你是自己开车是 对呀 那还好啦 可是就是遇到那个Google Map 说可以左转 结果不能左转啊 然后又要去绕路 你从家里来这里哪 我不是从家里来啊 你不是从家里来啊 早上还有课啊 去旁听朱老师的课 你是去监控是吧 对 我是班主任 那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 因为我们谈过了盘点资产了 那我觉得资产还比较容易盘点 来负债 负债大家问题好多 而且今天我们中管的同事都做到认真听 不是很多人都没有吗 他们问你说有房子啊 那有房子还有贷款 这算资产还是负债 我跟妳讲我上礼拜六 然后在一个妇女二度就业 就业辅导中心然后讲课 我真发现说 因为我每次每一班我都会问这个问题 然后测试大家的程度 就那班就真的很出货意外是 几乎没有一个人答对耶 其实这个题目就是资产跟负债 房子怎么看待资产跟负债 我们两个月前期讲过 但是一定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嘛 对对对 好吧又有人问了 那我们再来说这题 对 来问大家一下 大家知不知道怎么去就位资产跟负债 对 好题目很简单 就是如果我们好不容易存到两百万的存款 哎呀一心想要买房子 那么请问你买房子之前呢 我们有多少 假设我所有的财富就是这样 就是两百万存款 也还没有贷款过任何钱 借过任何钱 那这时候我们的资产是多少呢 负债是多少 那再来买房后 买房后你拿这两百万自备款 我去买了一千万的房子 跟银行贷款了八百万 请问你这时候你的资产是多少 负债是多少 哎呦你一开始就考这么难 现在是才 不会很难啊 只是有的人答得出来 有的人分不出来 你看我们对面那个人 要cue你吗 要cue你吗 这对你来讲是复习题哦 答错了就要请喝咖啡 我跟你讲 最近不是有一个立委说 他连考 对英文考龄分 我们这里有人数学考龄分 没关系一直在那个中广夏孕分的理财生活通里面补习 补到现在再去考试应该OK 我一直不敢讲那件事情 可是我就是觉得很好笑你知道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可是我跟你讲真的小时候胖不算胖啦 现在废纹程度超高的 就是啊 就是啊现在就大学毕业他都现在就可以教他的同事了你知道吗 没错没错 真的很厉害对 所以看看就在我们这样子闲聊的时候有没有听有回答 我们来回答一下 我们再问清楚一个问题 我们这样好了 我们先问一个就好了 我们先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购屋前 购屋前你拥有存款两百万 两百万 银行存款两百万 你就两百万 没有任何其他的财富 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贷款 或者欠人家钱 就是两百万 对那这时候你的资产多少负债多少 但是你想要买房子 对然后购屋后 假设购屋前后我们什么缴税啊 什么汽税那些成本都不要算 然后你有两百万 对房价也假设他都不动 那你买了一个买了一个一千万的房子 市价一千万的房子 然后当然是掏出自己的两百万嘛 同时跟银行贷款八百万 负债是多少 对 好这两个问题 我们希望听众朋友 在我们的脸书上面回答这两个问题 好不好 回答这两个问题 其实为什么我们希望大家 去想动动脑 对动动脑 因为你听听听听听 哇你都听得好轻松好愉快就过去了 可是我们希望就说在轻松愉快之外 你还能够这个找到一点方法 或你学到一点东西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然后有个自我测试的过程 其实是帮助确认自己 到底理解清楚了没有 对对对 好那我们接下来 我就要先跟大家来讲 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讲 什么叫负债 对 我们讲负债之前 我觉得还是对照资产 大家会更容易想 资产的话呢 我们有好几种的分类法 或者定义法 一种讲法呢就是资产是一种 经济的资源或有价值的东西 然后重点是什么 是可以用货币衡量 如果我们平常在讲的资产负债表 我们平常说我们可以估值的资产 指的是这种可以用货币衡量 可以用货币计价的东西 你持有在手上 然后你卖掉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好我们现场的是我们的名利啊 我们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 就是这个 有人已经持续在我们的粉丝团上面来回答了 回答了 我们待会会公布一下答案 不过我们先谈一下 因为负债的概念说实在比较不容易搞清楚 因为有负负债的资产 对不对 那你负债大家会认为说 那就是我欠钱 那到底该把这个负债去做一个厘清 你刚刚讲说是对照你的资产来做一个解释 对对对 其实像刚刚这个买房子的例子里面 我觉得大家反而其实对负债 800万比较有概念 大家很多人都回答出来说 买房子之后负债是800万 买房之前负债是零嘛 因为根本没有借钱 但是呢 就是这两个要一起看 就是很多人因为买了房子以后呢 你会觉得我明明就只有200万 那我的资产是不是200万 可是事实上呢 你买房之后 你买了一个1000万资产的东西 你名下就真的拥有资产1000万 但是你负债挂了800万在身上 所以不变的是什么 其实不变的是 1000万减掉800万 你等于200万 这个在我们资产负债比较里面呢 称为净值 那意思就是说 其实我们买房之前呢 前后净值是没改变的 你买房之前呢 拥有资产200万嘛 然后零负债 所以呢 相减以后也是200 你的净值是200 那么买房子之后呢 你拥有资产 看起来名下资产是1000 可是你事实上身上多了800万 你住在一个房子里面 事实上你知道吗 有八成不是你的 这个八成的所有权 其实那个债权人是银行啊 他只是借你住啊 你是要按月偿还 你才可以继续住在里面 你哪个月没有按月偿还 就看他愿意让你拖欠多久 但是他是有法律上 是有权利把这房子收回去的 也就是所谓的法拍啊 银行拍卖掉以后 然后你还掉他的贷款 剩下才是你的 那你就要承担一个风险哦 如果今天这个房子1000万 涨价两成 那恭喜你啊 房价涨成1000 变成1000变1200 你还掉负债800万 假设那时候都还没有开始还 才前面一个月两个月 你还掉800万 你还拿回400万 那你当初才拿200万出来买 你现在一买一卖当中拿回400万 你赚多少 百分百 百分百啊赚一倍啊 赚一倍啊 这就是常常发生在 我们讲的买预售屋的投机客嘛 投资客 他们图的就是这个生意 其实这是一个杠杆生意啊 那房价涨两成 可是你的获利是百分百 是五倍 是 因为你只拿出房价两成 五分之一的钱来买 但反过来讲 如果今天房价跌两成呢 就房价剩下800万 这时候你拿到的800万 全部都要优先还银行 没有跟你分 不是股东关系 是债权债务关系 这个就是股东关系 跟债权债务关系最大的不同 如果我们今天跟这家银行 是股东关系 那么 获利我们共同分享 负债我们共同承担 但因为今天我是他的债务人 银行是我的债权人 所以房子本身的涨跌 是我个人承担 赚也我全部吸收 但是赔也我全部吸收 所以其实人很多人 一生当中只买 最大的理财行为 就是买了一栋自己的房子 对不对 所以我常常在提醒消费者说 你的这个唯一 一生当中可能唯一做的一笔生意 不能说生意 一个一笔交易 一笔交易 理财上的交易 其实要小心 因为这个看起来 每个月的房贷你负担得起 可是你的背负的负债总额 就是你在背负的总负债 那我们现在在教大家怎么看了 其实我本来想叫费荣 来写一下他的答案的 对 你的答案是什么 如果说你在购物前有两百万 你买的房子是一千万 请问你的资产是多少 负债是多少 第一题 对第一题 对 我们刚刚答案都讲了 他应该知道了 第一题他还不知道 是吗 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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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债八百万 就是如果是我跟银行贷八百万的话 对 是 对 他有听耶 你有听耶 那资产呢 买完房子的资产 怎么了 我都听不到吧 你听不到你没有带耳机啊 对 你的耳机 没有给我耳机啊 你没有给你耳机啊 对 对因为资产应该一千万吧 你看 他根本 他根本搞不清楚 对 如果说 他说什么呢 好 我们现在购物的时候 你有两百万 对 两百万 然后呢 你的房子是一千万 对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要去买房子 对 你的资产是多少 负债是多少 嗯 就是 就是刚才 对 对 费用已经公布他的答案了 对不对 费用公布的答案是 资产是 负债是八百 资产是两百 一千 一千 资产是一千 来 很好啊 及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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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没错 那如果说你今天 买房子之后 买房子之后 你的资产是多少 负债是多少 你用两百万去买 一千万的房子 他刚刚已经讲了 买了房子之后 资产是一千 负债是八百 负债是八百 对 没错 负债是一千 这个是表面上 就是在财务报表上 可以看得到 我们待会还会慢慢 再往下谈 有一些隐形的 你看不到的隐形负债 对 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 是从表面上来看 从把定义上面 财务的定义上面来看 就我刚提供的资讯 我们听众朋友很厉害 我们听众朋友很厉害 对 都有答的都答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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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这个 那你说 经过中广节目 你的节目 长期教育之下 那你说你去演讲的时候 他们有的人会回答资产两百万 还有人回答资产负八百 为什么是负八百 因为觉得负债八百 就觉得道歉八百 可是我们不会 我们不会讲说 这叫资产负八百万 资产绝对是一个证数 对 你可以估价的证数 你拥有的资产 那至于负债是我们欠的 对不对 我们会用负债来表达 所以你买一个房子 我们会叫做 你买了一个负有负债的资产 负有负债 这是最复杂的看法 对对对 负是附加价值的负 对 负有负债的资产 就是你一边同时在买资产 但是一边等于是 含了一个负债在身上 就像房贷吗 我们讲的 房贷车贷也是 没错 那么所以我们刚刚讲说 资产是一个资源 有价值的物品 然后它可以用货币衡量 那你预期这个东西 将来可以帮你提供效益 提供两种效益 一种是说 它可以直接带来收入 例如说当你放 你有一个存款 它就是我们的资产 你就可以带来利息的收入 对不对 然后你买了一个股票 你可以带来股利 所以它也是我们的收益 那另外一种价值呢 是它没有马上带来现金收益 可是你卖掉它的时候 仍然可以有价值 可以有对价 例如说我们买一个自己住的房子 我住进去之后 它不会给我带来现金 因为我自己在用嘛 但是有一天我卖掉它的时候 我是预期 我不会零元卖出 那所以像这样 房子就会是我们的资产 所以这是资产 那对照来看负债是什么 负债就是我两手空空 我目前没有任何资产 我没有拿钱去买什么东西 可是我透过什么 我透过我个人信用 或透过一个抵押品 然后我跟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机构 去借了一个经济资源 或有价值的东西 或者是借了一笔钱 那我借了这个钱 因为本来不是我的嘛 我是透过抵押品 或信用去借来的 所以我将来就有一个义务 要用我的资产去还债 或者用我的劳务 就是我必须要去赚钱 我才有办法去还这个债 或我要拿我的资产去抵债 所以我们要简单的算的话 就是先算一下嘛 我们今天算最大宗的 就是你的房贷是多少嘛 你还剩多少嘛 你的房贷大概多久可以还完嘛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房贷还完之后 你就变成你的资产了嘛 车贷也是嘛 你就先算你的房贷跟车贷有多少 我们待会聊聊 其他的信用贷款或者是保单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待会继续再聊 现场的特别来宾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的专业的CAP财务顾问的陈敏利 我们刚刚跟敏利聊的时候 我们其实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费用变聪明了 而且我们听众朋友真的好厉害 其实全部人都答对了 就是你可以知道你的资产跟负债的关系 你的资产就是一千万了 然后你的负债当然就是 因为你已经有两百万 所以你的负债就是八百万嘛 没错没错 就有基本的概念 没错所以基础课程大家都过关了 所以我们要再讲难一点 不然的话不能满足 我们这个节目听有的程度 对对对 大家程度超高的 对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 负债是当你透过你的信用 或者是抵押品 然后跟一个人或者是机构 预支或预介出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你将来要还的 你要不然就是拿资产来抵嘛 来还债 要不然就是你要继续工作 然后你才有收入可以还 对不对 那这时候美国就来了 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 表象上我们是借了八百万 但是我们未来 为了我们用 我们买了一个价值一千万的资产 好消息是说是什么 这一千万的资产将来也有上涨的可能 对 但是这是不一定 可是确定的却是什么 确定的却是你未来要偿还的是不止八百万 你还有利息啊 因为你还有利息 所以你若借二十年 你要负担的利息加本金绝对是超过八百万 对对对 如果借月长的时间 你可能相对来讲 平均每个月要付的是少一点 但总价却是增加的 第二个 你要为了拥有这个资产 所要支付的钱 还不只是还银行的这个钱 你还有要什么 你还有装潢 那当然你说装潢我可以享受 没有错 只是说他一装潢下去 原则上是折价的 折旧的 对对对 将来反映在你转卖的时候 在装潢 除非你装潢的非常有品位 为你的房子加分 这也是有它的可能性 不能说没有 但是还有一些是 一定要增加的成本是什么 就是你为了买卖房屋 你会要增加汽税 印花税 然后在转卖的时候 土地增值税 房屋的这个交易成本 那个房地合一 房地合一税 还有每个月 要每一年 要增加的房屋税跟地价税 这些都是你因为拥有这个资产 一定会要增加的成本 所以你将来转卖的时候 如果你房子完全没增值 只是一千万 那绝对是倒赔 不是平价拿回来 打平而已 那我们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当然就为很多退休的人 是在做 就是说盘点你的资产 盘点你的负债 然后知道你的升降 所以我们是不是在退休之前 应该把我们的房贷都缴完 对啊 如果你不缴完 收拾还留给孩子 孩子还挺麻烦的呀 原则上一般来讲 我们通常先讲一般原则 然后再讲一些例外 特殊状况要考虑的 一般状况我们的确在做财务规划的时候 我们会鼓励我们是无债进入退休 对无债进入退休 因为退休的时候代表是工作收入归零嘛 开始全支出的时候 那靠的是什么 当然靠的是我们过去所累积的 这些升息资产 就是我们资产可以分两类 一种是自用资产 一种是升息资产 自己用的 自己住的房子 自己开的车子叫自用的 然后转卖的时候 可以有价值的 这个是会增值的 或者拿来做投资的 会创造收入的这种叫升息资产 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说 你在退休的时候 基本上只能靠这些升息资产的本金 或利息来过日子 对不对 所以你的固定开销 要降到最低 最基本款 对 所以最好是无债进入到退休 但是例外状况是什么 我曾经有遇到一个客户 后来也蛮支持他 刚开始听到的时候吓一跳 因为他来找我做规划的时候 是五十几岁 然后单身熟女 继承了一笔遗产 然后只剩下一个姐姐 所以他的所有的亲人 最亲近的就是剩下一个姐姐 那可是他却在来找我之前 刚买一户房子 所以他一年的开销要上百万 那他遗产有继承多少 可是他的利息 他目前他在做整个的资产 整个重新盘点跟重新规划之前 他一年的收入可能不到十几万 因为他全部几乎 遗产继承来 全部都放银行利息 然后利息就是很低 他干嘛不拿现金去买房子 反正有继承了 他如果用现金去买房子 他手边的现金更少 他的这个现金会撑得更短 就花完了 他的资产就会集中在不动产上面 他现在是拿钱去贷款 对不对 然后拥有手边的几千万 三千万的现金留在手上 其实这是对的 为什么 他的下一步只是需要 把这三千万 做更有效的资产配置 资产管理 产生可以抗通膨 可以产生生息的收入 可以来养活他自己 那至于你会想说 那他负债怎么办 他如果还不完怎么办 就走了怎么办 没关系啊 因为原则上房价除非大跌 除非是海沙屋 跌到比贷款还要低 不然的话原则上 他的资产是大于负债的 所以他只是留给他 姐姐的钱少一点 对啊 对啊 你懂意思吗 例如说我们用刚刚那个例子 他如果说这个房子值一千万 他贷款八百 可是他另外还有银行现金三千万 那他留给他姐姐的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一个一千万的房子 加三千万的现金 是四千万 虽然留下八百万负债 四千减八百还有鱼啊 对 所以这是特殊状况 这是特殊状况 因为他就是没有家雷 不需要养爸妈 也不需要养小孩 所以留下一个带有负债的房子 给兄弟姐妹 兄弟姐妹应该还是很高兴了啦 就是说遗憾 手足走了 我就很高兴是说 财务上面没有增加他们的负担 还是有一些的余钱给他们的 现在有很多段就是说如果说父母亲的话 他那个房贷如果缴不完 然后留给小孩缴 小孩还会很机车 对我说我不要 我还要缴钱我不要 哎呦江欣比欣慰不觉得他们很机车 我觉得其实父母 你也不要吗 父母要送给你带有负债的资产 的确要想清楚 你不要只看到资产没有看到负债 那刚才这些会拒绝的儿女 我相信他们就是着眼在负债 那当然我觉得我这样讲 比如说你一定要拒绝不是 我只是说你可以经过考虑想清楚 你收是为什么收不收 收下来有什么代价要付 那你不收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确看得到华人 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很多的父母送所谓的帮孩子买房子或买保单 最常做的两件事 最常做两件事 要不然就买房子要不然就买保单 然后买了以后就说你自己工作了你自己来缴了 对对对然后他们都觉得是礼物 对或者说我今天买的房子 我帮你付头期款了 其他你自己去缴了 问题是这不是一个很单纯的礼物 你懂意思吗 就是说这个礼物如果说你是买一个已经都缴清的房子 都缴清贷款的车子 就这样子平白送给你 或者是一个短缴的保单 你以后都不用再缴 那这真的是一个礼物 单纯的资产 可是如果是还需要继续缴费的保单 跟继续还贷款的房子 他的确是或有负债的资产 对啊对啊 那凭什么收礼物的人不能拒绝呢 对因为我也要想清楚说 第一个你送我这东西 我是不是真的爱是不是真的需要 第二个因为有资产又挂着负债 这后面的这个负担我负担的来吗 第三个你送我这个东西其实送一半嘛 就说等于是钱款你付 可是后面还有尾款我要自己付 可是你只付了前期款 但是你对我有没有 你将来会不会对我有什么期待吗 或者是要讨人情吗 然后这是一个无底洞的人头 就是那个空投支票吗 是一个没有签名的本票吗 是有这么严重吗 就我帮你买了房子 我去你家住个三年五载的也不是大问题吧 对可是就是冒犯了人跟人的独立生活空间啦 不是吗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敢拒绝父母的还蛮有GOTS的 所以我们也奉劝很多的父母亲啦 说实在的你也不用去买房子 再帮他缴个头期款啦 顶多就是我们住的房子 我们真的不在 我们到天堂去 就房子留给孩子吧 就这样子吧 我觉得不是不能送 我比较在乎或比较在建议的着眼点 不是在于你可不可以这样做 而是说你这么做的过程中 是不是双方合一 你是不是彼此尊重 然后开心 一个是送的人是甘心乐意 收的人是欢欢喜喜 即便是看着未来要缴费 要缴贷款 可是他也经过衡量过 他觉得这是我 如果自己要买房子 我也负担得起的 那但是头期款 爸妈还愿意支付 帮我支付 送我头期款这个礼物 我很感谢 因为父母其实你送的时候 你也是最气的 就是说我都觉得我这么用心 然后我拿出我退休金的一部分 送你这个大礼 结果你还给我埋怨 对不对 那与其说你送的时候 不了解他的心情 然后勉强他收 还不如 然后将来你听到他的埋怨 不如怎么做 我们先留个伏笔 先听一下 好我们要跟这个很多的退休族 来好好讨论一下 因为我们都会希望说 留一个礼物给孩子 留一个礼物给孩子的时候 你又送的是负有负债的资产 包括说你的房子 或者是你的保单 那你刚才讲过 就是要送的很甘心 然后又要收的很欢心 对 那要考量的是什么呢 要考量的是 就是说送的人 我们不要觉得送钱的最大 所以什么都我决定 对 因为是我送的 所以你就要收 对 那其实这也某一种 某一种 讲夸张一点 也是一种情绪勒索 或者就是说 我们要能够去尊重 收礼物的人 他是不是也收得高高兴兴 然后没有压力 然后甚至尤其是我们送的东西 他将来还有一部分 他要自己付 而且房子这东西 是一个大的资产 你要移动也是不容易 你一个资产 到底不住进去很可惜 所以到底跟他的生活的规划 是不是能够一致呢 因为你基本上 你送的动机的背后是爱 那当然孩子到底 有没有接收到爱呢 尤其是你送的钱越大 你自己会觉得这个礼物越重 那你也期望孩子的感谢越大 可是这就是孩子的压力 他如果感谢不出来 他有苦难言 那是不是会造成我们关系的 不管是明显的恶化 或者是一种很尴尬的 那种张力跟压力在当中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 也是提醒各位父母 其实你这个送房子 送宝单的背后 都是出于爱嘛 那重点是孩子 我们感受到这很重要 还有孩子大了嘛 所以呢其实是 我们真的是要尊重他 而且这也是一个教导 这也是一个教育的机会 所以我并不是支持说 一定不要送 你帮孩子出头七块 像我们最近 我自己的同学 我之前念资上的同学 两个要好的同学 忽然之间他们就发觉说 一个想要卖房子 一个同学住加拿大 然后他在台湾的房子 目前是有出租的 但是他想要卖掉 将来还要再重新找一个 他更适合他的房子 那一个呢 刚好有在考虑说 是不是要帮女儿 真的就是支持他 投七块 帮他买个房子 结果一谈 一看房子 就合议 两个月之内呢 我还帮他们介绍 我的好朋友带书 你也认识 以前的签同事 就完成了这个交易 然后呢 那这个买房子的这个妈妈 后来就回馈说 她觉得她 她也很开心的是什么 因为她在这个过程中 她带着她的女儿 去处理这个房子的买卖 女儿也喜欢 女儿也喜欢 还有女儿也学习 女儿也要去盘算 她将来的这个 这个房屋贷款 要自己要背负的责任 是多少 那她自己工作起来 也更有动力 然后她也很感恩 妈妈帮她出前面的 头期款 那前面头期款 也有去控制说 一年不要超过 两百二十万 怎么样可以 怎么样做 可以结税等等 所以我觉得 你要送一个这样子 富有负债的资产的礼物 不是不能送 但是呢 过程中把孩子 虽然她是收你的礼物 但是你把她当成年人 带着她讨论 带着她去看待这些事情 带着她理财 对这很重要 你刚刚不是要跟我们讲一个很可怕的例子吗 对 我刚刚才讲到说 房子 我们这些资产跟负债 跟人的关系 就是想象得到的 如果这是我自己名下的负债 这个很明确 那有时候的那个关系很复杂 我举个例子 然后我们待会再来讲 这个负债的原理 就是这个案例 就是我听到一个 有人来咨询我的时候 他们这个家庭的一个状况 就是女儿呢 她跟妈妈同住 然后还有女婿 就是跟她老公 跟自己的娘家的妈妈同住 那房子呢 是女儿在出前的 可是当初我忘了是什么样的原因 结果是妈妈名下 放在妈妈名下 结果呢 这两年呢 女婿财务上出了一些问题 还有别的负债 现在在跟银行做债务协商 那么做债务协商的时候 要去盘点他们的资产负债 结果呢 就发现说 这个房子 虽然是挂在妈妈名下 挂在妈妈名下 对不对 但是结果是女婿当保人 所以也要算成她的负债 更惨的是什么 前一阵子 母女交恶 然后妈妈交了一个男朋友 然后就把女儿赶出门了 把女儿跟女婿赶出家门了 那因为房子是妈妈名下的 对 女儿也不能够 你说如果是女儿名下的 她还可以去告警察 这个社会新闻也有看过 这种事情 对不对 就是我是屋主 就我被家人赶出来 结果房子是妈妈名下 对可是这个例子是房子是妈妈名下 所以她法律上也不能去要回来 但是惨的是也不能不继续缴钱 因为不继续缴房贷 终究如果银行找上来 然后妈妈付不出来 她还是找宝人 那宝人是谁啊 宝人是女婿啊 是这个女儿的老公啊 就女儿跟 这很倒大煤啦 是啊 所以这就是出钱的人 跟实际的法律上面的拥有者 不同人的时候 我们叫做 有时候我们会叫做借名投资啦 借名购屋啦等等等 都会有这种风险 包括说保单 我之前其实也提醒过大家 就是保单的 要保人被保险的规划跟设计 其实是有学问的 你不要随意的安排 对 上次讲过 对 那扣回来今天这个 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负债 还是有关联的 就是说呢 当你其实要保人 我也就是听过另外一个案例 就是夫妻濒临离婚 结果先生的保单呢 是先生当要保人 先生当被保人 可是却是老婆在缴保费 有没有这种状况 有 有 很多是因为太太 她比较有风险意识 希望老公买 老公同意了 对 然后她就说 那老公你就签名吧 那因为她老公一定要签 被保人的位置嘛 因为是老公的生命 作为一个投保标的 怕的是说老公挂的时候 老婆希望有保护到自己嘛 所以老公一定会当被保人 那腰保人呢 就比较随意 大家比较 没有那么在意 那业务员如果也不经意的话 就说 随便都可以 那不然同一个人好了 比较简单 那就这个案例就是这样子 所以先生 他会有什么后果 他会有后果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分享 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 我是向云芬 在我旁边 这是我们的好朋友 陈敏丽 敏丽老师 我们刚刚有跟大家讲 这个保险其实很重要的 因为要保人是谁 这个很重要 谁缴钱的 这个很重要 对 那如果说这保单解约了 你刚刚讲那个例子的话 谁又把钱拿走 因为我刚刚讲这个例子 是夫妻濒临离婚 感情就已经不好了 对对对 然后那你缴费的人都是太太 可是当初腰宝人确实先生 所以先生现在随时解约 解约金归谁 先生 你这样了解吗 那当然这个例子 不是一个所谓的负债的例子 可是就是说 我是用从刚才前面的一个例子 讲过来 就是你的拥有者 跟你的缴费者 其实这样最好是同一个人 对 那跟保单 那如果说保单 我们要帮小孩买个保单 有很多妈妈也会这样做 就刚开始我帮你缴 那等到你出社会之后 你自己缴了 对对对 那这个也是跟送房子 有点类似的概念嘛 你其实是买了一个保单 是前面是你出钱 有点像房子的头七块 可是你期待某一天 你就突然之间说 你长大了 你该为自己负责任 对你工作了 对你工作了 以后这保单你自己缴 我真的前一阵子 有其中另外一个 财务规划的客户 也是遇到这种状况 因为他就是离婚后 他陆陆续 应该说从他年轻到 有小孩到孩子 现在二十几岁 快三十岁 他就陆陆续续去 帮这个女儿还有儿子 买了很多的保单 那女儿因为已经在工作了 所以只剩下两三张 还要继续缴费 他就希望女儿继续缴 可是女儿不愿意 不高兴 女儿自己花钱 买自己要的保险 因为女儿说 我要的保险我自己买 这个是你当初买的 又不是我要的 为什么要我缴 我这样子压力很大 怎么办 这样怎么办 对呀 伤感情 后来因为透过 因为在财务规划过程当中 我们会盘点所有的资产 包括保单 还有所有的缴费 到底还有多少钱要缴 后来我就建议他 他因为有一些的保单 现在已经有还本金在领 其实也是给女儿的 我就说 你就告诉女儿说 虽然我要把这些保单 归给你管 其实不是要增加你负担 是因为你已经成年了 我也这些礼物 这世上这些保障也是在保障你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附加医疗险嘛 然后我希望归给你将来 腰宝人也是你 其实你的权利也都是你的 对啊 钱也是你在领啊 但是我知道 你有一些保费是你原来不想缴的 没关系 这边有一张旧保单 它有还本金 未来就拿这个还本金来缴你的保费 送给他还得拜托他 还得帮他想办法 这天下母亲真为难 没有其实都送了嘛 其实你都送了 你只是把它重新配置清楚 那也要你跟他讲 他才听得懂啊 对对对 所以妈妈又觉得委屈啊 对因为其实你原来 那张有还本金的礼物 其实也是送他了 那你现在就只是教他说 你就拿那个保费来缴你这个 还有缴保费义务的保单 所以你没有增加你额外的负担 那你说这个用意是什么 用意其实这个过程 我觉得教育比起那个钱来得更重要 因为你这个过程 这样你就教会了他 什么叫做保险 然后什么叫做生存 有生存金的保险 什么叫做有保障型的保险 哪些保费是缴长年期的 所以你现在必须要缴 哪些已经缴完了 开始让他开始去理解跟接受 管理他拥有的这些保单 不然你 对对我觉得你这样讲真的很对啦 对因为就像说 我们说你要留很多的钱给财富给小孩 如果留了财富没有留能力 那那是更惨的 那是更悲惨的不是吗 对所以任何送礼物也好 送都是送资产这样的礼物 其实过程中要教导他 甚至先教好他再送 我觉得比送多大的礼物来的重要 对啦对啦先教好他 不然的话你送他礼物还被人家嫌 对没错 还说还我自己去教我不要 没错结果送的人不高兴拿的人也不开心 也不开心真是委屈啊 对没错 好那我们现在回来讲的负债 我们刚刚讲说有一类型的负债是富有资产的负债 对对就是刚刚讲这个方法啦 还包括买名牌包啦 借钱买车啦 贷款买车啦 借钱投资啦 你一手是在买一个股票是有资产 问题是你是借股票来卖 或者是借钱来买股票 那你等于是一手有资产 一手有负债嘛 对不对 好这种是有资产的负债 明牌包怎么会是资产的负债 我为什么要强调名牌包 而不是一般的包 名牌包 也就是说它还是可以 卖的时候还是卖得出价格的 可被估价的 有残余价值 甚至如果你留留留 留到你又保养得很好 留到很经典 只剩下全世界剩三个三只包 那可能还会涨价 跟古董车一样嘛 名牌车你如果放十年可能是折价 可是再放个五十年可能就是涨价了 好那这种还好哦 就毕竟你是带有资产的负债 另外一类的负债 是享受完就没了只剩下负债 只剩下债务 就是消费型的负债 例如说你刷卡买一个包 可是那个包是卖不出去的 但也是一万块五千块这样买的 然后你就吃大餐 也吃掉了 享受米其你也享受啦 那个三十分钟两个小时就享受完啦 好可接下来刷的卡下个月要开始付钱啦 刷卡旅游啊对不对 二十万花的很开心啊 国内旅游五万块花的很开心啊 下个月要开始分期付款啦 对对对 还有你还你觉得你只是刷 你只是刷个卡信用卡没什么 只是一个周转下个礼拜就还了 可是结果以前都还得出来 下礼拜还不出来了 还不出来的卡债 这也是消费型的负债啊 也是负债 那我们还可以有一种 这个还是你明确可计价的债喔 不然还有不知道的债啊 有那才更可怕啊 因为你这些明确可计价的债 你如果有一点敏感度或负一点责任 你在刷卡的那一刹那 或者你买房子签贷款合约那一刹那 你也知道你借了多少钱嘛 可是有一些你未来要承担的负担 你为了拥有一些东西 你后来要付的缴费义务 是超过你原来 你认为你所拥有 你所要承担的喔 例如什么 例如说潜在性的信用负债 就是 什么叫潜在性的 这是我发明的名词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 简单来讲 例如说做宝 因为你没有 你实质上你没有借钱 对对对 我帮人家做宝 但是我帮你做宝 其实是什么 就是我把我的信用也借给你 因为银行等于是不只相信你的信用 是因为相信你的信用加我的信用 所以愿意带这个款给你喔 对对对 然后如果说我没还的话 你得还啊 没错 而且你看喔 你借钱买了房子 好歹你还住过这个房子 我拿我的信用我的名字 为你做宝 你的房子我一天都没睡过 所以真的不要做宝啦 对 但是等同于我借款 对啦对啦 我没享受喔 可是当你还不起来的时候 对 你的缴费义务就回到我 就 就 回到我身上 对对 所以那时候就等同于自己的负债 所以我说这是潜在的 因为他 你在做宝那一刹那还不是你的债务 嗯 但是风险何时发生你不知道 对 OK 嗯 第三类呢是 好消息 我们换一个好消息 有有 终于好消息啦 对对 那等一下让我们喘口气好不好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快 待会我们继续再聊 好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啊 这个陈敏烈 敏烈老师了 我们刚刚本来早上讲个好消息 就我们 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有个留言啊 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妈妈帮我们买保单 然后我们成年之后自己缴 对 那妈妈就是要保人员 他家出钱的人嘛 可是因为后来妈妈有负债 执行清偿的时候 不知道这算是妈妈的资产 就被法院强制解约了 所以这个礼物其实没有送到孩子的身上啊 这是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就是出现说他 他所谓的成年后自己缴 他只是让孩子缴费 可是在法律上关系没有变 就是要保人事实上是有缴费义务的人 对 也是这个保单权利的拥有人 所以他如果真的要移转这个保单的权利 其实是当初要记得把腰保人要同步做变更 所以要变成是孩子的名字 对 没错 腰保人是可以变更的 双方要合议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 钱藏在保单里面 法院不知道 的确我也就间接协助过一些人 理债的一个历程 如果你走上法院途径的时候 法院要盘点你的财产的时候 是连保单都要盘的 所以他就把你长置解约 然后也被这个钱就被法院执行拿走了 马走 不是法院拿走 是强制你去还钱 对啦 所以如果你要盘点的资产 要在走法院程序之前 自己要从保单拿钱的话 要再去法院 走法院程序之前 自己就解约一些钱 先解约啦 出来自己如果要挪用在生活费 因为你会走到要走法院来协商债务 一定是真的是很拮据嘛 对 可能这个就是 小孩子可能也不知道妈妈有债务 对 这个又是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 就是有时候我们跟我们最亲近的人 如果真的有金钱往来的时候 你还真的要关心多一点 其实也不只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他 但也真的是也是保护自己 多做一些了解 好 那可以跟我们讲好消息了吗 好消息 就是我的债务里面呢 其实有分三种 一种是自用负债 一种消费负债 一种是投资负债 自用就是我们刚刚讲 买来自己住的房子 自己开的车子 所做的贷款 这叫自用负债 消费负债就是我们刚刚讲 那种消费型负债 买东西花掉了 这种是最不鼓励的 因为你等于是现在爽一下 但是下个月开始 都要为今天的开心 而偿还这些债务 那第三类型的负债 是投资负债 这是我说的好消息 就是说可能可以有一个机会 你当初是为了投资而去举债 那举例来讲 举例来讲有哪些呢 例如说我们说借钱买股票 例如说你可能借钱去 就是买一部车子 然后来当计人车 或者是当Uber来开 或者说借钱做个信用贷款 然后借钱 然后买一个小发财车 做这个葱油饼 做生意 摆摊 那其实这个都是你为了要 将来有机会能够赚更多的钱 不管透过理财来赚钱 或透过工作来赚钱 而做的举债 那这种其实就不是不能借 只是我们要评估你的投资的获利的可能性 最大风险会不会血本无归 那当你血本无归的时候 可是债还是要还的啊 对对对 那你那个时候的还债的钱从哪里来 最坏的状况你有没有已经有个底了 就像说我们说融资买股票也是一样 你不要想说这是杠杆生意赚很快 但相对来讲跌也是很恐怖的 对 断头要来跟你要钱的时候也是很恐怖的 所以这个是一刀两刃 有机会赚钱 但是也有机会让我们跌入地狱 那第四类的负债呢 又再回到负面的 负债就很难有好事 除了投资负债有机会以外 那第四种负债呢 我要提醒大家的 这个就是我们会超过我们表面上 以为我们没有借钱 你以为就没有负债吗 可是有一些的账 有一些的账单 有一些的支出 你现在定期能够缴 是因为你定期有收入 但是呢 不会因为哪一天你突然工作收入中断 然后这些账单就给你归零 就不用付的账单 什么账单啊 那到时候就变得是你的负债了 例如什么 第一个当然是最简单讲 就是信用卡账单嘛 你还款的义务是不会断的 但是哪天你工作收入中断怎么办 没有能够拿薪水回家的时候怎么办 第二个总 人身保险费 保费 原则上也是要持续要缴嘛 你如果不缴的话呢 你就会慢慢的 他刚开始是帮你垫缴 垫缴的时候就算你利息啊 然后呢第三类像什么 各样的必须缴的费用 例如说劳健保费啊 哇哦对耶 水电瓦斯费啊 对耶 你住在房子里一天你一个月你就要付这些钱啊 社区管理费啊 对不对 对他不像房贷 干你每个月要缴啊 对没错 你有些钱可以省 你就说你吃饭 你说我可以吃三十块的干面 我也可以吃三百块的牛排 我可以吃三千块的米其林 你有空 还有空间可以伸缩嘛 只要你过去不是天天都吃三十块的干面 对对 你还有办法透过支出的管理 还有一些伸缩的空间 可是刚才我讲的这些账单 是不是都没有伸缩的空间 对 都是我们的缴费义务 不管都不行啊 没错 那还有一类呢 是还不明确的负债 嗯 可是是潜在的风险 就是风险发生的时候 可是你却没有买够买对保险 对 对 那个风险是很大 例如说重病重残 然后导致我们收入下降 支出增加 就你买的保单还不对 我跟你讲 就我自己最亲近的人 就讲了呗 我大哥前一阵子生病 OK 结果生病之后 才发现说 他几年前把癌症线解约掉了 哇 我都有听过 但是你说听到 真的就发生在自己亲近的身上 真的是 恶丸 我都不忍责备他 可是你没有帮他看一看吗 他也没有问你吗 他没有问我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专业的CAP财务顾问 陈敏丽来好好的聊一聊 怎么会大哥就是把这个癌症线停掉 对啊 还是还好还有一个重大疾病线 但是当然目前的花费也还没有造成他的额外的负担 但我要讲的是还有更多不幸的人 他们可能是在投保的时候就没有保队或保购 因为我看过很多人的总财产 所有的保单 然后在评估他们的需求相比之下 就会发觉有些人的某些类型的保险可能保额过高 例如说小孩子的受险很高 小孩挂的时候父母利很多 因为你帮他买很多的储蓄险 但是大人呢 如果发生病重残的时候 反而保障是不够的 所以这个就是你保险没有买对买够的时候 一旦发生风险 是不是也成为我们家的潜在的负债 对不对 立刻就开始 很可能很快就开始负债 还有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 就是女儿被妈妈赶出门的 我把它形容成破裂的关系 破裂的关系 破裂的关系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潜在的负债风险 对 如果说你们跟亲人有一个金钱往来 不管是夫妻之间 或者跟娘家跟婆家跟大姑小姑 你有一些的金钱的往来 例如说举例来讲是 妈妈本来妈妈在固定帮你付房贷 或者帮你付保单 然后因为一个吵架 不理你了 不理你了 不帮你付了 丢给你 这时候是不是就成为你的负债 对耶 你们全一取得真好耶 这关系好的时候就是 我帮你也没关系 或怎么样 没错 所以这是不是我们之前也谈到 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 我们不但要理财 也要理关系 要理心 真的耶 因为钱就是拿来生活中用的嘛 那生活中就会有跟家人有关联嘛 对不对 那我比较在乎的一点 就是在于就是说 如果就是子女成年的啦 跟父母亲的关系 可能会有很多的变化 对 对不对 比方说子女成年了 那父母亲可能离婚 或可能各交男女朋友 对 那那时候的金钱关系 就跟又更不一样了哦 对没错 没错 因为你的继承关系就会 可能你就会有你的一些想法 可是跟法律上不一样 例如说我们儿女 我们的如果我们挂的时候 我们的继承人就是我们的父母 跟我们的小孩嘛 对 那你如果没有小孩的话 如果你是单身 或者你只有夫妻 那当然那你就会是配偶跟你的父母 会是你的继承人嘛 可是这时候如果你的父母再婚 然后你又很不喜欢他的新的配偶 对呀 下一个配偶 那么你所有给他继承的财富 就会变成将来是过到他的配偶继承 那你事前你自己可不可以接受 那你如果不喜欢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个都是都要事前去做一些安排的地方 可是哪知道就是说 那个爸爸妈妈会不会叫男女朋友 对对对 当然是不知道 那好歹就知道的时候 再开始规划咯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所以关系啊 关系很重要 如果破裂的话 对没错 所以回到说我们说负债 负债其实不只是我们借 跟人家借钱 这时候是我们发生债务嘛 我们自己是债务人 有时候是你借钱给别人 你要不要借 对呀 要不要借 要不要借 这又是另外一个因素 他可能看似是现在 你现在有钱可以借人家 看似是你现在有能力嘛 暂时不成为你的困扰 但是有的人是没有想很远 他很乐观 或者他很信他的朋友 他觉得说我借给他 他一定会还 或者是说他告诉我 他一定会还 或者我觉得 他说他要做什么什么生意 我觉得那生意也不错 一定会还 可是偏偏人 就是不见得想得跟你一样 也不见得他的生意 跟你想得一样 那等他真的还不出来的时候 哇糟糕 你跟他到底要不要要 你敢不敢要 要不到怎么办 到底会不会伤到你的财物 还是伤你的心 拖累到你 还是伤了你们之间的关系 这是你们要评估清楚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过度乐观 会觉得说 朋友有难救一下 可是那你要评估清楚说 你救他的急 你自己到底会不会变穷 你自己该做的一些预留的钱 到底有没有都预留好 你的自己的紧急预备机 你自己的保险 有没有买对买好 那这些自己都顾好 我们以前讲 在节目中有谈到一颗理财树 下面的三根基 收支管理 信贷管理跟风险管理 我们今天等于在讲信贷管理 债务管理 可是事实上是彼此都会相拉扯的 相关联的 因为你暂时不举债 可是你风险管理如果没有做好 你可能会因为某一个风险 或者是我们撞伤人 撞了超跑 结果让我们陷入债务 所以我债务 我们刚刚分类有很多种分类法 我现在再提出一种分类 就是一种是主动举债 是你主动去借钱 第二种是你被动的陷入到债务里面 就是你感觉你没有借钱了 很多人这就是我要提醒大家 会过度乐观的地方 会觉得说今天这一集可能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都没有去借钱 我现在名下没有欠人家钱 然后我也不喜欢跟人家借钱 但是其实主动借钱 你还可以有一个评估的过程 会有一个自己做主做决定的历程 那我们刚才前面也讲了分成你是为了自用去举债的 或者是为了投资去举债的 你要评估你的投资风险 投资的利益到底赚不赚得到 然后消费型的负债绝对尽量的避免 对不对 但是被动的陷入债务 这个是我们平常比较料想不到的 所以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这种风险会收入下降 导致会吃掉你的积蓄 忽然没工作 那到底什么风险会导致我们没收入中断 所谓的收入中断最可怕 第一种就是我们长期失业 就是你的工作类型容不容易 有没有这种机会会失业 或者有的时候不是你个人能力问题 是产业 例如说你看这个疫情是不是导致像旅游业 我最近发现疫情影响的 我们想到的是旅游业饭店业 这个很明显可以想得到餐厅 我最近发觉还有一个产业受影响很大 叫做行李箱 也卖的不好了 对因为连带有关系啊 没有人要出国啦 因为有出国我们会有太坏率 会有坏掉的旅行箱嘛 摔坏的嘛 你就会要更新嘛 所以用一定的几率来讲 它有一定的生意量 结果现在旅游全部停摆了以后 没有人旅行箱会坏掉 旅行箱也很悲惨 所以这是产业别的风险 然后导致到发现到我们的身上 对不对 收入中断用光积蓄 那第二大类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意外嘛 意外包括生病 突然发生生病 那这就会牵扯到保险要做好管理 然后第二类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做保嘛 会导致你突然陷入债务 还有呢你被借名买房子 你带缴保单 刚刚讲过会有那些风险 对会有些 没错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小心怎么样去防范 避免进入到这些债 这个进入到这些负债 这个债务大家都以为说 你自己不可能会发生 可是我们听一听就发现 还真的有蛮多潜在的债务 而且特别好 就是要把关系维持好 这个夫妻关系 这个亲朋好友 还有维持健康的借鉴 对这个很重要 好今天让大家聊聊什么是负债 非常谢谢我们的好朋友 专业的CAP财务顾问陈敏丽老师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敏丽 谢谢 谢谢大家